在大半年前就和大家介紹過文明中愛 被譽為是中國電子第一家的華強北 當時就有提過那裏不單是有比香港便宜成一大折 花多眼亂各式各類的手機配件 就連在那裏弄手機也是遠遠便宜過香港 不過在那段片裏面其實還有很多關於華強北的東西 我是沒有提及到 而且在那段片出了街之後就有很多人問我 如果想拿手機去那裏弄的話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來補充這些資訊 先來講多次華強北是怎樣去的 其實整個華強北橫跨了三個地鐵站 如果你是選擇搭高鐵過來的話 就可以在福田站轉搭2號線 搭三個站就可以來到華強北站 B、D和E出口都可以來到華強北步行街 而如果你是經羅湖過關的話 比較方便的地鐵站會是華強奧站 由A出口出來之後一直向前走 去到路口之後轉左 就來到華強北步行街的南面入口了 接下來就講講最多人關心的一件事 就是去華強北整手機的Tips 首先再提提大家 華強北這裏整手機雖然是便宜過原廠一大折 但始終都不是原廠的維修服務 是需要自行承擔風險的 而如果你真的覺得可以一試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你不要沒有做過任何功課 就拿部機上來隨便找一檔來做 怕你是不會知道你找過一檔手工和信譽好不好 會不會用一些次貨的零件來幫你做 我們怎樣才知道哪一檔是比較好的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透過萬能淘寶 其實只要在淘寶搜尋華強北維修 就會出現很多華強北整手機的店 你就可以看那些店的評價 還可以先與它們溝通報價 這些店其實很多都是樓上店 由於本身所坐的位置沒什麼人留 也比較難找 所以就要靠在淘寶開店找客 也因為這樣我會建議你最好準備多兩樣東西 一就是內地數據 用來開地圖APP去找那間店的大概位置 二就是內地電話 除了用來在真的找不到那間店的時候 可以打電話去問一下問清楚它的確實位置之外 也可以在加低手機給它弄之後 留下電話號碼等它弄好之後通知你來拿 而要同時有齊這兩樣東西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就是去CMHK上台 申請回大灣區服務計劃 最新的限時優位只需要198元 就有全速6GB加額外4GB 再加無限限速數據 數據可以在中國內地、港、澳、三地共用 過完關之後卡都不用換就直接用得 適合整天想內地公幹的人 現在申請送內地號碼 讓你隨時可以打電話和內地的人聯絡 每分鐘更加只需要6號罐子 找到店舖給了電話店舖之後 如果你還是不放心 而且時間上是許可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看著它們做 問一下它每一個步驟在做什麼 就多一重保障 而如果你覺得無需要在這裡看著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在華強北這裡走走 除了可以去我上次介紹過 專門賣手機配件的賽格通訊市場之外 這個華強電子世界也是我走不時會去的地方 在這裡的二樓和三樓 可以說是黑科技的集中地 低層次的有可以捲賣的電子鼓 數地機械人 各式各樣的教學機械人 和各式各樣的電子錶 高層次少少的就有相對嫌比較便宜的3D打印機 單面的抹槍機械人 小過手掌的航拍機 有輪子可以在地面上走的航拍機 勁立體的全式投影技術 進來走一圈 絕對會令你大開眼價 當然黑科技這些東西來得快也去得快 譬如半年前在華強北這裡開了很多所謂的無人超市 由於其實只是放大版的自動售賣機 吸引力真心就不是很大 所以到了今時今日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